西游记中 孙悟空除了有金斗云 七十二变和叱咤风云的金箍棒 还拥有一个金刚不坏之身 这金刚不坏之身 在西天取经的过程中 可帮了孙悟空大忙 孙悟空因为刀砍不死 雷劈不死 火烧不死 油炸不死 所以才能活到西天取完经 修成正果 如果没有金刚不坏之身 孙悟空还不知死了多少回呢 西游记中 孙悟空开始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是在大闹天宫的时候 当时玉帝派二郎神跟孙悟空斗法 因为太上老君使诈 孙悟空被二郎神锁住了琵琶鼓 孙悟空被押往斩腰台 不过玉帝请来火不众神和雷不众神 都奈何不了孙悟空 原著中众神说道 万岁 这大圣不知是何处学的这护身之法 臣等用刀砍斧堕 雷打火烧 一毫不能伤损 却如之河 原来这时孙悟空已经拥有了金刚不坏之身 孙悟空怎么会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到祖太上老君的解释最为权威 老君说道 我那五胡丹 有生有熟 被他都吃在肚里 运用三味火 断成一块 所以混作金刚之躯 极不能伤 从老君的话中 我们可以知道 孙悟空之所以能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是吃了仙丹 孙悟空能拥有金刚不坏之身 还真的得感谢这三位大神 他们是谁 第一感谢 太上老君 理由很简单 如果没有太上老君 孙悟空拿来的仙丹偷 第二感谢 菩提老祖 孙悟空无论做什么事 都得感谢菩提老祖 正所谓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如果没有菩提老祖教会 孙悟空用三味真火 孙悟空怎么可能把肚子里的仙丹 炼成一块 第三感谢 人灯古佛 想想孙悟空当初偷仙丹时 为什么太上老君的兜率宫中 没有人拦截他 是因为太上老君和他的所有徒弟 都被燃灯古佛调虎离山给支开了 原著中是这样说道 这大圣集整一撞进去 那里不见老君 肆无人计 原来那老君与燃灯古佛 在三层高阁株灵丹台上讲道 众仙头 仙将 仙官 仙力都势力左右听讲 一个好汉三个邦 孙悟空这个好汉还真三个邦 而且邦他的还是三个顶级大神 好